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这个故事 来自一本叫寿命是自己一点一滴努力来的的书 书中讲的是做着自己的亲历 作者为台湾人 所以故事发生在台湾 为了方便讲述故事 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 这里的我指的是讲述人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分为男生班和女生班 我们班上当时有位同学 因为小儿麻痹症而两脚萎缩 无法行走 平时只能用两只手在地上 一手又一手的向前扑幅爬行 我们因为同情他 所以我们女生班的同学 平时都会想尽办法来照顾他 帮助他 我们班前面是几个男生班 其中有位男生家境非常富裕 父母有钱有势 他有自己的书房 还有专门的家教 所以他的成绩也非常好 很让人羡慕 但这个男生的有一个行为 却让我们觉得很残忍 他每天上洗手间 都会路过我们女生班 每次他碰上这位在地上爬行的女同学 都会十分不屑 说风凉话 嘲笑这位女同学 甚至用她的高级皮鞋 去踩她萎缩的双脚 每每这个时候 女同学都疼痛难忍 却挣扎不堪 而我们所有师生对此有愤怒 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的爸爸已经买通了 整个学校的老师 所以 都是敢怒不敢言 女同学一味不堪其辱 最后吃老鼠要自杀了 这位男同学毕竟家境殷实 最后读书都很顺利 还出国深造 获得了博士学位 继承了家里庞大的事业 成了当地名流 她后来还当了我们母校的同学会会长 有一年 她出了车祸 被一辆最佳的车子一面撞上 车头全毁 她的两脚也被卡在了驾驶座上 下肢血肉模糊 当交警把她从驾驶座上救下来时 她已经昏迷不醒 在医院抢救很久后 才醒了过来 但大腿以下的两脚全部截肢了 脑袋也因为受了重伤而缝缝补补 墙救过来之后 也成了半个职务人了 因为她是我们母校的同学会总会长 我们很多同学都去医院看望她 大家都为她感到惋惜 她从小都带着光环 灿烂的一生因为这次的车祸而画上了句号 只有我们班的同学们看到她 我们不仅泪流满面 这类不是为她留 而是为我们那个当年被她欺武自杀的同学而留 整整30年了 直到这一刻 我们才看到了真正的答案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